Yo,Hello,大家好,我是Nikrase 欢迎收看我们的狂想房线上直播看房 今天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一次我们特地从星山坐飞机来到了Langawi 好,那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带你们进去看一下这个项目吧 走,Let's go OK 来,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那在介绍这个项目之前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Langawi的位置在哪里 因为有一些可能外国的朋友从来没有来过马来西亚 Langawi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放进地图看一下 那这整个地图是属于在东南亚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蓝色的部分是属于马来西亚 那上面就有泰国柬埔寨 中国就在这边,印度,下面是印尼 那Langawi的位置是属于在马来西亚的北部 那其实你再往上看一点,这边就是普吉岛 那因为这边需要提一提普吉岛 跟这边是很类似的 这边算是马来西亚的小普吉岛 或者小巴黎这样子的 待会再跟你们讲一下跟详情 那其实这边直飞航空Langawi的话 在疫情之前有中国 还有其他欧美国家有直飞 那马来西亚的话 基本上吉隆坡至少每一天超过25个航班 还有新山,还有包括新加坡都有直飞Langawi的 那每一个月至少大概是有1000航班飞到Langawi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 来看完这一个部分 我们过来看一下这整个Langawi的岛屿 所以说一下Langawi 其实是属于在有99个的岛组成的 它也是被世界文化遗产 UNESCO那边算是under这个 然后其中它也是上马来西亚第三大的海岛 那它这一个因为地理位置关系 它基本上没有属于monsoon season 所以每一全年是都适合旅行来游玩的 那也不受这个tsunami影响 之前有人说 哎靠近Buchi岛会不会有tsunami 这个也放心 就算之前2011是海啸的时候 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所以这个大家这边是很适合常年游玩的地方 那说一说这边的游客量 整个Langawi的话 在2019年就是疫情前了 它的游客量高达这个非常够力 大概有接近400万的游客量 那因为疫情关系 然后可是在去年的时候 就再继续攀升大概是250万 相信陆续接下来几年的话 将会往返到疫情前 或者甚至更高的这个游客量 因为它的各种的地理位置 它的这个这个 因为它是under UNESCO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地质公园 这边认证的 ok来说一说这边的整个地理位置 那整个Langawi的飞机场就是在这边 你看到这边是技艺市场 我们往镜头近一点 那这边的市区 整个Langawi的市区 就在所周围的夸套 那夸套这边呢 就很多的商业店铺 主要人家来这边 一般都是吃海鲜 或者是在夸决地 那夸决地这边呢 是一般会坐船 可能从那个哥达 或者是槟城 也是有船直接来到这边的 或者甚至如果有些朋友 想要去泰国抗里贝 这边有船 坐两个小时就可以去抗里贝了 就去泰国玩Langawi 两个国家一起玩这样子 那除了这边以外呢 这边还有一些免税店 大家可以买一些免税 因为整个Langawi 属于算是免税岛 所以在这边买巧克力 还有买酒的话 就非常的便宜 这个你们一来 你会吓到我们去看的时候 也是很惊讶 那除了这个花套以外呢 我们再往上走的话 就是我们Danjongru Danjongru主要是一些 比较高档的酒店 比如像Fore Season Danjongru Resort 这一些呢 基本上一个晚上你听了都会很吓到 一般都是欧美国家会去 平均一晚至少过千到两千这样子的 甚至有时候高峰期更夸张 OK 那一般会去除了那边Danjongru这一边的以外 一般通常都会去那边 就是去那个Mangrove Tour 因为那边是属于算是我们的一个叫 Kirim Joe Forest 那个Park这样子 还有包括是会去那个 魏老鹰 魏老鹰都是在Danjongru这一边的 Mangrove Tour这些 OK 那再往过去一走走的话呢 你看到这边叫Bandai Corp OK 来我们看镜头进去一点 Bandai Corp这一边的主要都是 除了海边以外呢 那边你会看到有很出名的 坐缆车去到看我们空中桥 这个空中桥也是在蓝高位非常有名的 那除了还有包括有些人在那边做Jungru Tracking 还有这ATB Ride 都是在那边那个部分的 OK 那回到来这边的话飞机场 从飞机场来到我们今天最主要跟大家介绍的重点 这个项目呢就是在这个叫Chanang Beach 跟Bandai Beach 我们的项目的地点位置就在这一边 大概进去机场的大概是15分钟车程而已 那说回以前蓝高位 如果你再下一点这一边呢是 很多人可能要去做Island Hopping 或者是做Sunset Cruise 包括你们熟悉的Dream Cruise 云顶的Resort World 还有这个Royal Caribbean 他们的船呢都会停泊在这一边 所以你可看它的这个游客量 真的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人 那这一边主要之前呢 根据那个官方旅游局的统计 整个接近390万里面呢 最大的客群旅游客 是来自中国 还有包括欧美国家的 所以你在这边看到 路边随便就是很多按摩在这边的 他们很喜欢这边 特别是Chanang Beach 这边喝酒啊 沙滩太阳啊 晒到金黄金黄色 这是他们最喜欢的 OK 那除了这一个也是要提一提 所以南高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年 会有几个大型的国际Event 比如说包括最近来临5月份的一个Lima 这个是一个航空展 还有一个Marine这边 哇这个很够力 在这一段期间 基本上那个房价都 那个酒店都是爆满 要不然就是房价就是添价的那种感觉 因为很多世界各地来都会来看这个这个Event 除了Lima 还有包括那个华龙船 还有包括那个铁轮三项也是很出名的 所谓铁轮三项就是游泳脚踏车还有跑步 都是会这个国际Event在今年的10月7号 所以大家要来看这些Event的话 要提早订好你的酒店 OK 那说到这边 那我们现在说完了 大家都清楚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 登登 OK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项目了 这个项目特别需要提一提 就是在整个南高域 它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 就是走路下来就是我们的沙滩 它不是海 Sea View而已 它是Beach Front 就是你这样走路下来就是沙滩 OK 而且这个算是南高域目前最高的建筑 39层楼 因为一般南高域你看到是比较低的 这一个是特别 特别算是最高的 然后这个叫Ansana Suite 我们的项目Service Suite 然后这个是我们Marissa Suite 是比较低的6层楼 所以算是Beach Front 这个比较Row Rise的公寓 那说一下它的左这边的方向 其实如果你注意看Google Map的话 目前已经在东宫中 是安得在Hilton Group旗下的Q Row酒店 也算是四星级酒店了 那我们再往另外一边看来说的话 这一边是属于我们的五星饭店 酒店这个Sheraton 也是预计会在2030年完成 这样子了 大概是有24楼高 那Hilton的话 那一个是大概14楼高 后面这边 他们政府 这个开发商也是规划 打造是一个Branded Hotel 或者是Branded Residence 预计可能会比肯定会比这个更贵 听说是大概是1500平方尺价 OK 所以这一期是他们整个项目的第一期 软高的第一期项目 当然这边呢 其实如果你注意看 待会我们会带你过去看一下 这整条叫板带灯 后面连接到Branded Chenan 一共是左右两公里两公里 是长达四公里超漂亮的沙坦 OK 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前面就是我们的Chenan Street Chenan Street 如果你过来看你会亲身体验一下 这个就在马来西亚很少会看到就是 好像补给岛这个Branded 那个或者是Branded 这样子一个Street 卖很多衣装裤 这些灯 还有餐厅这样子 很热闹的 OK 然后这边呢 他们将会就是我们展厅这一个部分 他们将会打造成一个免税的商店 这样子啦 OK 好那现在我们看回这个Ansana Street 来讲的话呢 这一个一共有831个单位 那它的房型有从Studio到四房房型的 但大部分都是以Studio为主 那它的Studio 如果你注意看那边前面的话呢 是没有阳台的 那这一边呢 就算是6号到10号的话 是属于有阳台的Studio这样子啦 所以有几种房型 那这一边呢 是属于它的设施层 那它的这个泳池呢 你坐在这边 你可以看这海景 整个CVU 哇 那个安达曼西超一流的 当然还有基本的Gym Garden Terrace 这些都有啦 那我们先往前看一下 而且重点呢 这一个是属于Freehold 不是利臭啊 永久产权的 OK好 这边你可以大家看一下 它整个的设施 基本上都算是蛮齐全的 那如果说你们要更详细的Plan的话 那我们就把那个 你们下面按那个链接 我们把那个Plan发给你 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户型来说的话 户型 基本上这一款 跟这一款是属于Studio的房型 就是有点酒店式的套房这样子 但是它比一般的那种还要稍微大一点 它是380sqft 然后这一个呢是463 它的区别其实是更宽敞一点点 然后这个的话它是有多了阳台 所以你就可以走路出来阳台 看下海景这样子的感觉 OK 然后这个是属于两房房型的 是770亿平方尺的 就是两房的 然后一个厨房这样子 那这个是属于三房的 就是986平方尺 跟四房的1200 这个是最美当中最美的 因为它的这个阳台是正正看这个整个海景 那边的阳台都是斜看的 但是这一款大型的几乎都卖完的了 但是我们你在私下BM我们 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人家贷款不过的单位 这样子了 OK 那我现在话不多说 我们先往里面去看一下我们示范单位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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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说到Chenan Beach 呃 此点我们会分享一些视频 那边基本上玩 旁玩的时候很多人去玩那个Parisel Ring 滑山或者是那个Banana Board 或者是Jetsky 然后逞热闹的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沙滩 超白的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示范单位了 这一款就是刚刚提到的380sqft的studio 那你这个行光一进来 这个电子门锁 是你看发展上其实已经这一个就设计成一个很像打打算让你做Airbnb 或者是酒店式的管理这样子 那你现在来到了这边一进来就是我们的厕所 你看整个spec oh shit 这个花洒 还有整个你看它的Quality 包括这个柜子 镜子 整个就是看起来很有hotel的standard 对不对 还有包括马桶 来我们现在来进出来一下 你一进来的话 这一边还有一个小柜子 这柜子可以给你放下电话放锁式这样子 而且连鞋柜都已经给你做好的了 ok 重点是一般很多都是给你白墙对不对 当然这边你看它整个这个设计啊 给你掉包包的 回来LV bag放下去 这一些都已经做好的了 那你再往进来一点这边的整个厨房壁厨看到吗 哇 脏下壁厨左右都已经通通都是附送的了 包括这个洗碗盆啊 还有这抽油烟机啊电子电子炉啊 微波炉啊甚至冰箱 还有洗衣机 这些都是在整个精装秀都是附送在里面的 特别是如果说有些FBMB 你需要没有太多空间放你的扫把这边 你看它有设计一个很巧妙的空间 给你摆放这些扫把这些拖地等等了 好 那我们看完这个部分呢 就来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 给你用餐dining area这样子两个人这个烛光晚餐 包括你现在看到我右手边这一边整个feature wall 都是也是设计好好 真的是像酒店的standard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客厅的部分 哇塞 这个一定要讲的就是这个不是kingsize bed 也不是kingsize 是superkingsize bed 基本上如果是两个大人跟一个小孩在睡的话都ok 两个人睡更舒服了 包括电视机还有这一个 还有甚至这个衣柜也是整个也是 是附送直接到顶的空调 而且呢我很喜欢他这边一个小小的空间 你看到吗 他还可以给你摆放large 所以你客人来的时候在这边large 不会阻碍那个空间 还有这些 你看这些插座啊 这些旁边的这些都是有的 还有女生要化妆才可以出门嘛 这边整套的这个你看镜子化妆台都有的 那这一款呢是没有这个阳台的 但是你看他在这边可以给你坐住 整个大大幅的窗户 你可以看着你这外面的 Chenang Beach的海景 哇特别我跟你讲 这边的夕阳一流啊 整个好像 淡黄金黄色这样子的感觉 而且这个窗户你打开还可以吹一点海风 这一个的扫门呢 其实出去就是给你放那个空调的 compressor这样子啦 ok 那说一说一下这个物业管理费是多少钱 这边因为是他是以酒店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事器管理嘛 所以他物业费呢大概是在六毛一平方尺价这样子啦 所以根据这个房型来算的话呢 他的房子啊他的物业管理费大概是在 这一款的话大概是在 232块左右每一个月 所以他算是还挺合理的啦 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另外一款 那因为朗高威呢本身哦 就是他的contraction cost比较贵 因为他不像我们在一些有地的 他是要坐船来这一边的 所以他能卖到这个价钱 我是觉得还算是相对还ok的 那这一个呢是只为两房的770亿平方尺的 他的玄关稍比较大一点 然后进到来这边 这一个呢同样有这个电子门锁 那这一边呢还就是你的客房啦 那客房给你的clean side face啊 风扇通条啊还有衣柜啊 化妆台这些都有啦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们的外面的部分 来一样同样的这个是有这个衣柜啦 然后给你鞋柜啊 不是衣柜啦鞋柜啦 还给你放锁匙这边这个整个厨 还有包括你出门前这边还可以整身 看到你整身的镜子啊 都有的ok 然后来到这边就是我们的登登 我们的厨房我们的客厅 我们的餐厅这样子 还有这一个餐桌 到这边厨房这整套呢 L shape的还有这个上下的 冰箱这些通通都有的都附送的 所以这个呢就很适合一些小小的family 他们一起过来的话 小朋友啊大人在这边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厕所的部分 这个厕所呢浴室呢是属于跟主卧室一起通用的啦 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主卧室的部分 你看也是给你一个super king sign speed 包括你看整个衣柜啊 还有这个这边的话 一样有大大的窗户啊 可以给你看下海景啦 化妆台啊 ok 所以你会发现 诶 这个的房型设计比较特别 是主卧室在那边这边 然后客房在那边 所以如果你跟小朋友住的话呢 小朋友吵的话不会吵到你啦 ok 然后这边是属于各客 我们的客厅的部分 你看基本上空间感还算ok的 所以很适合 因为这边到处都是很多有酒店嘛 但是这一个呢 两房的话 基本上你的他的供应就比较少了 所以如果你有budget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两房或以上啦 可能会暴力会更 就是至少因为他的单位不是很多 至少在市场的供应比较少这样子 来让我现在看一下这一款的阳台 那这个阳台呢也是属于算是有玻璃式的啦 那如果你是studio的话呢 刚刚我们看是没有阳台嘛 但是他也是有其中另外一款的话 是有阳台的 ok 所以基本上这边协看的话 都是有自己的海景啦 ok 好那大致上是这样子 so我们现在呢 看完这个整个单位的话 我们现在带你去看现场的建筑工地的部分 来走 let's go 顺便提一提 基本上studio的话 是没有客宝的 那只有两房 只有一房 studio with那个Balcony的以上两房三房 都就有附送一个客宝 但是在Langawi呢 很多人来旅行 基本上都是没有住客宝的啦 有没有客宝其实也还ok 因为很多人有可能没有注册啊 大格其实都蛮方便的 那这一个呢 预计是在2026年的Quarter 1 应该就会完工交房的了 ok 好走 let's go 那我们现在带你去看一下建筑工地 Hello Thank you 来我们其实这个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将来以后呢 就会拿来打造成这个免税的零售店的部分了 好 现在我们往前走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地的这个实施这个建筑工程了 来走 let's go 那也要提一提 为什么特别要来跟大家介绍Langawi 因为整个Langawi 如果你有了解哈 这边基本上只90%都是马来保留地的 所以华人不能在这边买到地的 所以它基本上可发展的那个international的land 只有少个差不多10%这样子的哈 所以它的土地就已经很有限的了 所以你不会有像其他可能有些州属到处发展公寓 这边很少很少有公寓的 所以这一个算是全当彼此第一个走路下来有这个Base 我觉得这一个是对投资者很大的一个关键点了 因为供应少嘛 但是需求高啊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我们的工程 工程的这个实地的了 看到吗 现在目前已经大概是有差不多一楼二楼这样子的了 所以到时左边这边就是T-Shareton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呢 带你去看一个更劲爆的 就是我说的 我们去往后走你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沙滩的部分 来我们边走边讲 那再说一说呢 你再往左走呢 这个Chenang Bridge 旁边就是我们的Underworld water 就海底世界了 那过去就有很多的餐厅 那往右走这边呢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就是也是其中一个resort resort的隔壁呢 就是三个月二月份才新开张的park royal 就在那边 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可以 agoda或者是booking.com呢 去上网讨备一下 因为这边的饭店 如果你说有便宜的 可能百多块 一百块两百块都有 但是就是已经二三十年已经很旧的condition了 如果你要找到稍微比较新 比较好 那种都是大概是四星期以上的 当然四星期在这边的饭店的那个rate 酒店每一天呢 大概是五百到八百 如果是五星期的话 可以过一千以上的一个晚上 很夸张的 ok 所以这边的酒店的rate都蛮高的 所以我们就打算就是target 这一个呢 到时如果完工后呢 因为是2026年嘛 相信那时候疫情已经回复到疫情前的那个 有客量了嘛 所以我们依据每一天的rate呢 大概可能可以出一个三百六左右这样子 平均的rate 那你拿360乘以大概70%的入住率的话 大概很可观七千多块 七千多块很可观 就算假设保守一点 50%的入住率了 大概都有可能四千到五千块这样子的了 当然因为可能有些人就会说 哎我在这么演啊 懒高位怎么来打理的话 那这个你也不用放心 因为开发上其实也就跟全马最大的hors 那个airbnb日租的那个短注的平台叫horsestay 全马最大的他们已经有配合的了 所以你可以选择跟他们签一个两年的合约 然后他帮你管理你的物业 帮你管理你的单位 帮你做这个airbnb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当然会跟你收一个管理费 他们的管理费呢 就是扣除所有的这种费用 然后剩下的二手就是25%他们的管理费 75%剩下的就是你的回报的了 所以你算到来基本上我们大概算哈 可能你的回报大概都会有10到15% 非常可观哈 OK好 Let's go 我们现在往右看的就是我们的工程现在的进展了 旁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Hilton旗下的那个叫Kuro Hotel 算是四星级的 所以基本上你左边右边的到时他们完工后呢 相信他们的都是挺高的了 所以我们只要比他住他便宜一点点 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对不对 OK 而且他们是一般是酒店四套房 他们没有厨房的 我们还是有提供这个厨房的 OK 来那我们来到后面的部分呢 就要准备给大家 我们可能镜头往前面看一下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工程进度这样子 因为这个很 这个也需要提一提 这个开发商是属于Tropicana发展商 他的知名度基本上是属于在我们马来西亚十大的开 十大的发展商 在不只在Langkawi 在KL在JB都有项目 而且在Langkawi呢 你也不用担心 这是他们第一个项目 他们整个的土地固超过一千个一个阴谋 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这个做得很好 因为第一场工嘛 来现在就让你们看一下我们最大的重点 锁起来了 哦 没有关系要给你看一下我们现在镜头往前面看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出去就是我们的沙滩 这个就将来以后你的沙滩 而且特别到六点的时候 五六点的时候 这边西洋超级无敌美的 所以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总结了 基本上像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现在想要介绍这个 就是一个投资 你可以当做他储蓄 当做以后你后来以后的退休基金 十年后 这个基本上都一直给你一个passive income 那我觉得以这样子的一个低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售价仅从四百千起跳而已 而且重点 如果你是不管是中国人 香港人 新加坡人 台湾人 外国人通通五百千以上 这个特别拿到的批准 你们都可以买的这样子 特别是第一款 那个studio很便宜 第五百千的外国人也是同样可以买的 OK 顺便给你们知道 上个月这样子的话 就已经卖超过五十斤了 目前非常的火红 所以你看我们迫不及待 想要过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项目 这样子了 OK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还没有follow我们的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的话 大家可以帮我们分享 到给你更多的朋友知道 好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 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 有什么我们再按下面联系 OK 拜拜 所以我们先来的带他们 断道 我们先来的带人 你实际上 我们先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